好再来一点四我们要来谈的是社会平衡理论 我们来看一下意义的部分 社会平衡理论是由JK盖布瑞斯所提出的 他主张在社会既定偏好与有效的需求之下 一国的资源就是国家的资源在公司部门之间最佳的配置状态 这个是资源最佳配置点也就是社会的平衡点 因此呢这个时候所生产的公共财与私有财数量是最为适当的 那这个就会最符合全体人民的最大福祉 我们来看一下社会平衡点的决定 所谓的社会平衡点呢就是透过了社会的生产曲线 还有社会的这个社会生产可能曲线 跟社会无益曲线相切的这个点所产生的 假设这个香切点就是我们刚刚一直在讲 这个公共财跟这个私有财 刚好它的切点切在45度角的这条线 这个45度角的这条线上面 因为他们刚好等距 两边等距 OK 私有财跟公共财是等距的情况下 就是维持平衡 这就是最好的 所以就是生产曲线跟社会曲线达到一个平衡 在这个点上面是最好的 我画的有点斜 好那当然如果是越往外数字越好 对不对 可是如果是低于这里当然是不好的 那高于这里也是要调节 不管是高低都需要调节 对不对 好 接下来呢 这个就是社会平衡点 我们这个图 这个曲线图我们已经讲过了 就是说落在这个角是最好 落在这个45度角的点上面是最好的 好那再来就是所谓的社会生产可能曲线 它有一些计算的这个计算的方式 包括如何去计算这个所谓的公共财 私有财 然后以及如何让这个产生一个编辑效应 跟转换效应 这个都是同学们在学会实际计算上要看的 可是其实根本没